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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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断我疏痴 情愿是真 情是短暂 为何断我疏痴 情愿是真 情是短暂 怎再追究责任 难了内心 痛再受公愿 感要是怕 竟出手握索千分 难缘两天 难缘两天 当中究竟每一闻 为痛恨 伤人令我 痴心 伤人令我 欺身 伤人令我 欺身 悟情是他 不为怎样 只爱好着奔奉 你们两个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一定在里面偷食 好, 让我告诉父皇知道 大王子 大王子 你别胡说 最多一会儿 我给你一只鸡 好啊 好啊 不过我要大小一点 好啊 一会儿给你一只大鸡 包你吃到 饱到今晚不吃饭 那我和小太太一起玩 去吧 去吧 宝儿, 你找我 夫人说 帮你准备好盆磚 叫你过去拿 行了, 让我收拾一下 做甚麼?你去跟我说 我想跟着你去大都 见识世面 不行, 那不太方便 有甚麼不方便 我就是要去 孤男寡女在一起 很容易被人誤會 怕甚麼?我可以改变男装 說了不行就不行 如果在路上遇到甚麼 你叫我怎样跟你爹去交代 那样又不行, 那样又不行 你分明有心推搪我 你说也就是 總之我不会跟你一起去 你现在拍吧 你根本就不想跟我去大都 你这么刁蠻 你以后跟着你爹去不一样 我是要现在去 输了就没能力了 你去哪儿? 你说妈去找我 这儿下午就够了你的路费 你自己放好一点, 知道吗? 知道了 是呀, 我听你爹说 近来有很多反天朝的乱财潜伏 而且你这次一个人说了 我真的有点擔心你 是呀 妈, 只要你略懂武功 就算真的遇到匪财 我能够抵擋得住 你千万不要赤字自己 懂得多武功就乱来 凡事都要懂事令人 知道吗? 只要遵守妈妈的教训 只要出门之后 妈自己多多保重身体 妈妈知道你孝顺了 你去了之后 还有美奴、宝怡在那儿陪妈 而且你爹又回来了 不会有事了 你自己上桌小心点 是呀, 妈 我还要一切行装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 我先出去 好吧, 你去吧 那我告辞了, 妈 廣 什么事, 妈 我已经吩咐了你了 那天会送你出门的 我不用了, 你陪我去 我去吧 为什么呢 多个人陪着你不好吗 我已经找了爸爸陪我去 而且, 如果你和妈一起去 不然就会左手左脚 那好吧, 妈妈不勉强你 多谢妈妈对孩儿的费心 去吧 去吧 我这样你踏吧 哦, 妈妈 我一直说 我是 妈妈 你让你回来 看我什么事 我这不让你给我 帮助人的 你 我接着 我 别 我 我 我也 小姐, 我想雙千賢有些問題 是呀, 我覺得有點不妥 原來你的陰律也這麼有研究 略知皮毛, 如果小姐你不嫌我 操手操腳 我幫你調教好她 好呀, 麻煩了 我送了兩條弦線 我已經幫你調教好了 謝謝 小意思 對了, 你 為甚麼你的陰律這麼有認識 我自小在西域 就學習各種敲擊樂器 敲擊雖然跟渤兒不同 但是音樂是共通的 所以我也懂得調教各種樂器 可惜離開西域之後 我就沒機會玩樂器 你不用這麼難過 常言道仍有旺若勝衰 我去跟爹說, 叫他放你走 小姐, 不必了 老爺對我很好 我在路上病了時 還沒有照顧我 我曾經發過誓 一生都為老爺孝露 可是你一個人在這裡 孤苦伶仃 而且阿港對你這麼差 他對我可能有點誤會 除了他 你們個個都認為我很好 我還有甚麼苛求 可是我還是覺得 好看你不值得 好, 我在這裡已經很久了 我還有些事要做 小姐, 我先告退 阿里 如果將來你想彈雙千的時候 你來找我 我可以借給你彈 謝謝小姐 你們說漂亮不漂亮嗎 漂亮 真是漂亮 我練了很久了 是呀 參見公主, 起床吧 公主 王者 帝皇帝 你們先出去吧 大皇帝 你練字的時候 就不要只顧著吃東西了 我肚子餓嘛, 我就吃吧 如果肚子餓, 吃完再寫 寫字一定要專心 要不然就不進腦子, 知道嗎 你在吃甚麼餅 白糖餅嘛 又在母后房裡偷的了 不是呀, 是牧丞相給我吃的 牧丞相和貴妃娘娘 時常在表館裡面 躲在那裡吃這些餅 你千萬不要亂說話, 知道嗎 我不要亂說 你再亂說, 我會生氣的 王者, 你不要生氣了 最多我不亂說了 那就乖了 父皇就來擺大壽 到時候你想吃甚麼都行 那你等甚麼時候 很快的, 遲三個月就是了 到時候是不是很多東西吃了 是呀, 你快練字吧 不然到時候我不給你吃的 我練字 又有蘇谷的來仕 送靜宮品入宮, 為皇上祝壽 好, 請報上來 皇上 波斯閣的貢品 是用人手編制的精緻地毯 而天竹閣的貢品 是一個七彩繽紛的水晶玻璃球 膠剣王的貢品是一把劍 聽來仕所說 這把劍以前是吳王扶叉所有 已經絕跡多時了 最近無意被平南王發現 好, 這些禮物都頗合浸義 牧丞相 聽說你每天都派人去大禮 採集茶花入宮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回皇上 微臣因為知道公主喜愛茶花 而雲南又是盛產茶花之地 所以特地派人去大量採購 等公主去歸房點絕 牧丞相真是懂得博取 我們公主的歡心 微臣對皇上忠心不義 對公主亦難免愛屋及戶 為了皇上 就算乾老徒地 亦在所不辭 好, 丞相果然是朕的忠臣 謝謝皇上讚賞 微臣愧不禁當 皇上, 段總管曾經為朝廷建立大功 而且人品不凡 不如就在皇上大壽的日 招段總管為駕馬來個雙喜臨門, 好嗎 好, 貴妃此言即是浸義 皇上, 公主大婚是不能夠草率的 我看這件事 還是要再從長計議才好 對了, 皇上, 根據我們天朝的律法 是不能夠跟外族人通婚的 是嗎 是呀, 正如皇后所說 公主的大婚 不適宜過於輕率的 方金天下一家 根本無分彼此 就算你有這樣的律法 皇上也有權把他廢除 皇上 不必多說 這件事, 朕已經決定了 武漢, 父皇真的把我許配給段英 父皇怎麼能把我的婚事這麼草率呢 我根本就不知道段英是誰 我勸過你父皇 叫他不要草率行事 但是你父皇的脾氣 你知道了 他決定的事, 誰敢反對呢 可是這是我終身大事 我知道 不過段英 算是宜表非凡, 英明神武 要不然在家裡… 武漢, 我不管他家裡是怎樣 總之這頭親事我就不答應了 你怎麼不答應呢, 傻女兒 必要事, 我不就離家出走 永遠都不回來 你千萬不要這樣做 現在距離大秀還有幾個月 我盡量勸你父皇 請他收回成命 公主,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不如這樣吧, 我們走出去散散心 是呀, 武漢答應幫我 向父皇收回成命 他可能是安慰我 但是如果我走出去 他知道我不開心 一定會盡力幫我向父皇求情的 不過這樣吧, 公主 如果讓外人知道 你私潛出宮 又怕會不成體統 邪, 我可以隱瞞身份的嘛 對 參見公主, 牧城上又派人送的茶花來 我今天沒心情賞花 你放在這兒吧 是 兩媽, 阿官 好 兩媽, 阿官, 這房間沒業嗎 是呀, 幾乎不想 請你等一會, 我替你洗個茶吧 多煩你 終於來到大都了 那又怎麼樣? 走了這麼久 都遇不到忠哥的姑娘 是呀, 我有預感的嘛 這次來到大都 你一定遇到那位姑娘的 真的? 你一定要用心的 要用心去等才行 要等多久?我最短就是守株待兔的了 我沒有叫你守株待兔 不過你要給點內心 還要下苦工才行 怎麼給點內心下苦工?你教我了 那你忘了嗎?在雲南你吹的巴烏 她說姑娘不喜歡聽的 那如果你有空就用心去吹一下 她就有意一聽到那些燒聲 一定出來見你的 行不行呀 又不行呀 我又說個故事給你聽 話說當年有個叫司馬相遇 他就喜歡一個叫卓民軍 於是他就夜夜琴跳 終於得到卓民軍下架給他 那就成為千古佳話了 那你又不妨效法一下古人 他就彈琴, 你就吹燒而已 不過都是異曲同工的嘛 是啊, 那怎麼不怕吹啊 你用心的吹, 我伸一會兒 大家都在說不怕吹的 和你的吹, 我現在到底兒在酒 甚至乃 devil, 但你可能背不怕吹 但是我不行, 那麼也會有尋覓 我覺得他就會尋覓 我會尋覓的 在我的眼神 我會尋覓了 真的見一點 必不怕吹, 我會尋覓 我會尋覓,是不是 我會尋覓的 我去那裡 我拜託你,拜託你不要再吹 你看我的客人 每個人都顧著你那支笋 搞到我這裡沒了生意 拜託你不要吹 算我怕了你 阿廣,好悶嗎? 你喝一杯燒酒去 老闆,你喝點燒酒吧 是,走來走來 不用這麼心扮 你喝一杯燒酒吧 我一年吹了這麼多日包烏 連烏鷹都忍不住 給點耐心吧 我跟你算得很準的 說不定今天你一定見到你想見的人 我現在對你的判斷力開始有點懷疑了 你怎麼說? 原來每晚的吹燒那個人就是你 你吹的燒真是很癢 我現在看見你的人 相貌堂堂,又英俊又瀟灑 那是要你這麼英俊瀟灑的人 才吹到這麼動聽的燒 我…我不是 不是甚麼 今天既然我們相逢了 做個朋友好嗎 你想找朋友嗎? 是呀 好,找他吧 我有點事,先失陪 我只是和你做朋友,公主 公主,你不要炸,公主 雖然我們沒有回來這麼久 一天沒有變 那些絲綢好漂亮 是呀 我們去那邊看看 好 阿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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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時候幹甚麼呀 你還笑得了嗎 我笑你整天埋怨說吹來吹去 烏蠅都忍不到一隻 怎知話口未完 你就忍到一隻被烏蠅帶幾千倍的鉤 你還不開心嗎 你不要惹我好不好 我們已經來了七百天了 現在甚麼收獲都沒有 是呀 我和你沾的那隻掛 說明你來到大都 一定遇到那位姑娘 為甚麼不准呢 糟了 如果我爹來到大都 我就不得其正了 是呀 不對 我和你走運過大都 思維去遇到那位姑娘好不好 好 好 爸爸, 你那個姑娘是哪兒的人 我那天見她穿蒙古裝 是哪兒的人 是哪兒的人 那位姑娘又戲語不凡 連她近身那兩個女孩這麼聰明 我想她們一定是出身名門望族 爸爸, 你看看 是呀 喂, 別亂來 小姐 不是呀, 對不起呀 練錯人 哄到人鬼不開心 阿廣 爸爸 找到那個姑娘沒有 找鬼找馬嗎 一個又鬥皮 一個又拔掉了一個哨牙 誰叫你禽禽禽聰嗎 有名叫大刀三尾 爸爸 你幹甚麼呀 爸爸, 幹甚麼 幹甚麼呀 爸爸 為甚麼你們專門走這麼窄的路 公主 小姐, 你不明白了 如果我們不走這條巷 要多走很多路 才能走到對面不大街的 我終於見到你們了 幾位小姐, 我們真是有緣了 原來是你 我的鼻子厲害了吧 厲害, 比公中訓練那些狗厲害 好 對了, 你們甚麼時候來了大刀的 我們來了幾天了 不如我們找一間酒店坐下來再談 好嗎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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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見面, 乾杯 這些要有緣千里 相會 好呀 不知姑娘你府上是不是在這兒附近呢 你想找我們姑娘呀 不知方不方便 當然不方便呀 是啊, 我家姑娘的家教很嚴格 我老爺不准姑娘見到那些五三五四的人 我不是那些五三五四的人 那你是甚麼人呀 我是… 他就是我的孫子 他自小是父母相亡 是我走大他的 那就和我相依為命 那你們以甚麼為生呀 我們是賣藝為生的 我孫子沒東西厲害 最厲害就是取燒 他那隻霸骨, 人人都喜歡的 是啊, 是呀 上次我也聽過, 吹得不錯 是啊, 你是雕叢小技 不用這麼謙虛 其實他一吹他的小子 可以驚天地, 凍鬼神 齊伯伯 爺 爺, 你多喝兩杯別胡說 胡說, 你說一吹他的小子 就忍著大歐子回來 你們說甚麼 怎麼我們一點都不明白 還沒睡 你還沒睡 你還沒睡嗎? 我都不知道你拿了甚麼時候 你無尊尊, 你又發我甚麼脾氣 我問你, 你剛才為甚麼拿我便宜 還說我爹媽媽死了 你還說我爹媽媽死了 我以為是甚麼 我這樣說法都是為你好的 你還說為我好? 不是嗎? 如果我的姑娘, 她是有心於你的 她一聽到說你 全家大小都是出生在雲南的 她怎麼會跟你學去才行呢? 但是我們在雲南相識的 那又怎麼同呢?她是大都的富家千金 她怎麼會肯跟你去雲南呢? 如果你說賣藝為生的, 四海為家 那又不一樣的說法 那這個機會就大很多 但是我們只能騙她一時 又不可以騙她一輩子 那有甚麼辦法? 辦法就不是說沒有的 只要你暫時隱瞞著你的身世 多點接近她 那我俗語也說日久生情 當她和你生了情, 就難以自拔 那時候莫說跟你去雲南 你去天腳底也跟著你去 爸爸, 你為人為到底 你教我怎麼讓那個女孩 早就向我申情 這就考慮我了 男女感情的, 我沒甚麼經驗 爸爸 不過這樣的, 男女感情的事 都要說說彩數 你最重要多點接近她 博取到她的歡心 這是憑你自己的氣數 博取這個歡心 好, 那我明天早上去買些名貴的禮物 是博取到她的歡心 多漂亮 漂亮 我才走了一天一夜 千方百計才買到回來 是啊, 這寸珠蓮本來是公主心愛之物 那你怎麼得到的 是公主賬給她的侍皮 但是她的侍皮又等錢用 所以就買了出來 其實這寸珠蓮 是有些貴族, 皇妃 或者是公主才配得起戴的 謝謝你 甚麼話 老爸, 其實我一直都當你是公主那麼高貴 你太過獎了 大人 公主在外面果然認識了兩個人 是兩個甚麼人 一老一亂, 好像是兩公孫 那公主對他們看得怎麼樣 公主對他們不錯 照我看, 公主能夠出去見他們 關係一定不尋常 是啊, 看來這兩個人都不知道公主的身份 是嗎 大人, 其中那個年輕人 還大膽地向公主大獻恩勤 還送了一串珠蓮給公主 那公主有沒有接受 公主有沒有接受 有, 公主看來還很開心 裡蠻無尚吃天鵝用 你已經送我幾條街了 不如你回去, 我會回家了 不如讓我送你們去買這條大街吧, 好嗎 不用了, 宋君千里終須一別, 你不用客氣了 但我又不放心你們幾個女生走這條大街 而且, 我又想見到你一會兒嗎 來日方長, 你怕沒機會見面嗎 而且天色更早, 你不用擔心 是呀, 小姐不是答應過, 明天會再來見你 不要說那麼多話, 要不是氣了小姐, 我們不見你 千萬不要, 不送就不送, 我站在這裡看著你們走 那我們走了 明天見 你們幹甚麼?想難途自己 你們知不知道我們是甚麼人 我知道, 你是當今天朝的公主 乖乖的那裡回去, 不用讓我們動衝 呀, 走 帶他回去, 是, 走 這樣怎麼辦? 拜見, 先生 拜見, 你們知不知道 公主被人抓了 甚麼時候發生的 當然是公主那兩個 近身屁裡所說 公主在回宮途中被山賊抓了 成長, 是這樣 我馬上派人追查山賊的蹤跡 慢著 公主一天出去見那兩公孫 我懷疑跟山賊有關 你們馬上把人抓回來 讓我親自審訊 是 如果以後能夠跟那位姑娘結合 我一定要好好報答你, 伯伯 你覺得跟那位姑娘感情深了嗎 是呀, 要不然他 也不會接受我的豬鏈 還有, 他答應了 明天來見我 那你就用心搏娶她的歡心才行 是你的事, 始終是你的 是呀, 我相信你, 爸爸 誰不知爸爸你才智過人 沒有把握的話你不會亂說的 是呀, 是呀 我通通打回 我們犯了甚麼事 意圖謀反天朝之罪 帶回成長風, 打回 是呀, 打回 別看 大人, 那你真是冤枉我 你們根本就是亂黨 說甚麼是冤枉 甚麼是亂黨 你竹賊也有莊有證, 你有沒有證人 我當然有證人 要不然我每個人都不抓, 抓你們兩個 你們快點出去 抓拿公主的叛黨 甚麼公主, 我也不知道你說甚麼 混帳 在本城上面前, 你們都這麼囂張 可雖然在外面是多麼窮凶極惡 人來 是 先把他們收監 你們兩個今天好好的想清楚 如果明天再不招公 小心你們的人頭, 抓他們出去 是 是 齊兄,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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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這次真是蒙信不白之淵 阿廣, 你也是 怎麼你剛才不表明他身份呢 你爹是立個公的總管 這裡大都人不聽過他的名字 我說你也傻了 我在大都的事怎麼可以讓爹知道 如果讓他知道 他會拿家法對付我 那你不說即使是雷曼 我陪你坐牢的 是非黑白 總會有水落石出的 雖然那個丞相是霸道一點 但是他根本沒有證據 他早晚也要放我們 早晚? 什麼時候才能等到水落石出 阿廣, 你好像完全不擔心 擔心? 我擔心約了那個蒙古姑娘 不能夠醫事付約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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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肥二 bundle 肥一首, 你抵辱公子 肥二跟你抵辱公子 肥二主, 你抵辱公子 沒甚麼動靜 怎麼是狗爺, 是他們倆 難道… 可能是個QK 這個奸賊真是擺甚麼鬼計 以免我們中計, 不如先走 又曬, 又曬, 又曬 這群人幹甚麼 等了整個時辰還沒見出現 地點應該不錯 如果他們不來, 莫非有變 回府再說 再見 開門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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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爺, 問我們甚麼時候才能走 你們倆今晚都不知道能否覺得 還問甚麼時候能走 阿廣, 你生個性好不好 這個時候還想做蒙古妹 真是發了 給我手包, 給我 走 走 幹甚麼 幹甚麼 阿廣, 你也沒有頭腦 我們在這裡, 閉嘴都沒所謂 不過你有沒有想到 你爹快要帶刀了 那時候讓他知道你說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我 不怕 有辦法 我們逃獄 她 唯何 我所謙 為何 奪 我所賃 情緣是真 直视短阵 就再追究责任 难了内心 痛在受公约 敢要是他 竟出手压失千分 难原两痛 难原两痛 当中究竟每一万为痛恨 上人令我刺身 上人令我牺牲 暴情是他 不畏真弱